词曲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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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没有心思谈恋爱 你是不想谈恋爱 还是真的不爱我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爱你 对你带来困扰的话 那你直接告诉我 你不喜欢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 我不是 不是 那就是喜欢我 我 你是不是对女人都这么无理的 那你为什么不敢承认 你对我的爱呢 谁不敢承认了 正常人的心跳 每一分钟六十到一百下 现在你的心跳绝对超过一百二十 要不是你心里不息 那你肯定就是爱上我了 我 周总 你笑什么呀 我说错了吗 我跟你说可以 可你得撑住了呀 你什么意思啊 我呢 在他们董事办里安排了一个人 今天下午我才得知一个八卦 八卦 顶峰的成林云是思潇瀚的私生女 鱼 你看吧我叫你撑住吧 你说的是顶峰的董事长 没错啊 就是顶峰的董事长 顶峰董事长的独生女 你把人给甩了 啊 不对啊 林云他们家是开面馆的呀 怎么可能是千真万确 成林云现在比思建宇还得宠 就连张琳琳都拿她没有办法 齐鸣啊 你牛啊 我从心底里给你点个赞 哈哈哈 来来来来来 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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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别想那些事了啊 哎你干嘛呢 玩什么呢我看看 你有事儿 对不起我打烊了 我不是来亲面的 我来找程临云的 林云不在 下来 那我在这儿等她 你等凌云干什么 她可没有第二个韩启明 再让你勾引啊 你怎么说话呢 我跟启明是真心相爱 倒是你家程凌云 抢不过吗 就用一些卑鄙的手段 我女儿用什么卑鄙的手段 你不要谁搞喷人啊 这么说 你女儿做的事你还不知道啊 她做了什么 好吧 那我就告诉你 你们家程凌云勾引自己家公司的领导 我就不说什么了 我算她有本事 凭什么她要回我们家启明的前途呢 你这胡说什么呀 什么勾不勾引领导的事 为什么要扯到我们凌云身上 再说 他们俩根本就不在一个公司上班 不在一个公司怎么了 她还勾引别的公司的领导呢 狐狸精 请你拿出证据来 要是没有证据 就请你跟我道歉 出去 现在就别出去 放开我 哎呀我为什么要出去 我不出去 什么我等程凌云了 哎呀你干嘛呀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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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程凌 程凌 怎么样 没事吧 你 快快快 先坐下 来 快 走 没事吧 你怎么能这样 啊 你一个年轻人 能推个能做你长辈的人吗 你也太没教养 太没素质了吧 你没这样 你看见我推他了 素质 你们也配跟我说素质 你什么意思 你跟我说清楚 你俩都五十多岁了吧 人到黄昏了吧 还这么拉拉扯扯呢 真不害臊 难怪会养出曲恒和程凌云 这对不甘净的儿女 你 你再跟我说一遍 再跟我说一遍 我再跟你说一百遍 上凉不招下凉歪 一对不甘净的父母 养出一对不甘净的儿女 怎么样啊 你 你 程凌 你啊 干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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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替你的父母教训 教训你 你 你 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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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不关我的事 我把教员啊 你事儿倒了 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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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去书路怎么办啊 没事的 不知道呢 现在医生正在做检查 怎么会这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还不给那葛倩如给气的 葛倩如 这跟她有什么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 太过分了 我去找她 明云 你先别急着去找她 这多一事啊 恐如少一事 先看看你娶叔叔 她情况怎么样再决定吧 请命啊 家属大卫 没事 医生 你们病人怎么样了 撞击处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得住院观察一下 是不是有脑震道 这样你们先去办下住院手续 好 谢谢 谢谢啊 妈 走了 走了 陈阿姨 灵云 我爸他怎么样 没事 只是咱是阿姨 灵云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爸他怎么会 跟我出来一下 灵云 我爸到底怎么回事啊 发生什么事了 我妈说 曲叔叔住院 是因为葛倩如到我家面管道士 说我把韩启明的工作毁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是因为这件事 你知道 因为我撤掉了他和鼎峰对接的职路 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我是鼎峰的代表 灵云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让你知道 虽然是我撤掉了韩启明 但是 是傅一泽让我这么做的 傅一泽 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虽然他跟我说 他是为了工作 但我看得出来 他是为了你 他管那么多干什么 我现在都有点后悔了 是不是当初 不应该劝你留在里面 不 我想得很明白了 我现在应该留在顶峰 但是等天堆的项目结束之后 我就会和你一起出国 这是我们的约定 是我们的约定 灵云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 嗯 你回来了 怎么样啊 周超怎么说 他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那他就不管了 真是个怂货 不过今天呢 我可是替你出了口气啊 替我出气 嗯 怎么回事啊 我呢先到程铃云的面馆 大闹了一场 然后 把那个老太婆给推倒在地 对了 还有曲红的爸 直接被我去医院了 怎么样 因为觉得很厉害啊 你说什么 哎 韩启鸣 韩启鸣你干吗呀 哎 启鸣 你到底干吗去啊 你干吗去 道歉啊 哎 你跟谁道歉啊 跟谁道歉你还问我 曲红他爸爸 哎 你听我说 对我试着气了他 可他自己摔倒的 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 你为什么要给道歉啊 我今天不许你去 你有病吗 我现在是在为你善后 你还拦着我 真是有病 韩启鸣 你疯了吗 你现在只有态度跟我说话 我今天就是不许你去 我要是非要去呢 你拦得住我吗 哎 你有病吗 你再动 我告诉你哥倩人公 你要再动的话 我就打你 韩启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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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找你们呢 那个葛倩如她太过分了 这不 我专程来向屈伯父道歉呢 不用了 你自己留着用吧 你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凌云 这不关我的事 发生了这种事 我才知道 葛倩如是这样的人 我真是瞎了眼了 当初选择和她在一起 我决定好了 我想和她分手 但是凌云 你答应我 让我重新追求你好吗 你有病吧 凌云 我没病 我是认真的 来的时候在路上我想了很久很久 我们以前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每分每秒 都像一幕幕电影一样 在我脑海里划过 我真的无法忘记 我更无法忘记你 你是知道的 当初是葛倩如勾引的我 好 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已经醒悟了 所以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们重新来过 好吗 你要了吗你 凌云 我求求你了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凌云 求求你了 凌云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你给我起来 我不起来 只要你不原谅我 你不给我和好 我就是不起来 那好 你就跪着吧 凌云 每个人都会犯错 你就不能够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吗 你在这样的话 我就叫保安了 凌云 你放开我 我现在已经变好了凌云 我已经不成熟了 他起名了 凌云 凌云 你先进我 我自己让你重新来过 曲恒 你来干吗 曲总 我向你误会了 我是来看伯父的 不需要 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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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走 你必须跟我和好 让开 我为什么要改 我和凌云是情侣关系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啊 你算啥呀 谭启明 你给我听清楚 马上给我顾问 你给我发现再查点凌云 你不客气 我爸 累了 你看啊 你看啊 你们这帮年轻人 总是在办公室里坐着 这打球的体力啊 还不如我呢 我说司董啊 你球技那么好 看来我们只能干法下风了 建宇啊 这凌云跟地结的趋痕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他们好像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吧 算青梅竹马 那小子的资料我看了 人很不错 凌云要是跟她 有点意思的话 你这个当哥哥的 可得撮合一下啊 看看 找个什么合适的机会 能不能把人 挖到我们顶空了 这样凌云就能跟她一起工作 我跟你说话了听见没有啊 妹妹的事情啊 你可得小心点 放心吧 爸 她是我亲妹妹 我肯定上去 走了你 什么叫我怎么了 是你怎么了 你还没有下定决心追我妹妹吗 你刚才也听到了 老爷子肯发话了 那个举衡可是你最大的危险 我想想吧 我知道 你心里有个坎儿嘛 莫子棋 都分手这么久了 忘了吧 好 城市的灯海 连寂寞也亮起来 风吹开阴霾 心事愉快 幸福的路牌 只有我踏上未来 叫烦恼抛开 忘掉伤怀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怪啊 你就不能不端着吗 你就直接说 我不放心一个女孩这么晚了回家 不就行了吗 我要飞起来 飞过花海铁风也要 任何感觉都会变成一种习惯 我不想成为你习惯中的一个部分 自由自在 雨飘落下来 你是被爱让世界停摆 思念空白 独自感慨 可惜你 不在 不在 这凌云跟地劫的趋衡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凌云要是跟她 有点意思的话 你这个当哥哥的 可得撮合一下啊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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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总 覆总 不好意思 我来完了 你知道我有什么事吗 你来完了吗 不好意思 我刚才出门没打到车 我是说在我的生命里 你来晚了 什么意思 你应该早点出现 早点别在我身边 让我早点爱你 就因为你来晚了 所以让我错过了 很多爱你的世界 你能不能答应我 以后不要离开我 陪在我的身边 来弥补我错过的日子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那么笨 那好 我直接点说 我爱你 请你明快了吧 请你明快了吧 头部在高浪渐渐低下 一群一挫乱也好也罢 风上起岁月苍宁一言不凡 早就后悔也不就是一念之差 你还好吗还记得吗 不回头就离开撕裂了伤疤 去年的夏满山遍野的花 多后悔让泪沾湿手帕 亲手推开王子和白马 请悬散了错误的她 小岚 你来了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呢 因为今天 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我要好好庆祝一下 庆祝什么 庆祝我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庆祝我 庆祝我荒废了那么多年去等一个人 庆祝我这里像被抽空了一样 庆祝 我的意思 庆祝他对你说什么了吗 庆祝他对你说什么 庆祝他看对我说什么 庆祝你 周庆祝他对我說什么 庆祝他对我说什么 庆祝他对我说什么 妈妈 她喜欢陈离云 你是带好朋友 你还不了解吗 我早就喜欢陈离云了 小蓝 你慢点喝 我真的不明白 从小到大 丽泽都跟我一起 陪着我 照顾我 就算是后来有了莫子琪 她也没有变过 可是为什么她现在变了 陈离云 为什么 我哪比不上陈离云啊 为什么她选择陈离云 不选择我 为什么 陈离云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别喝了 你已经喝醉了 为什么 不行了 行了 别喝了 别喝了 你慢点 慢点小蓝 快 快 小蓝 小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好爱你 真的好爱你 李宗盛 真的好爱你 李宗盛 李宗盛 请一� 李宗盛 李宗盛 有什么事 小林 这些重要物件 快发出去吧 对方在等着 我马上跟我走 李渔 你为什么躲着我 我没有 我 我没有征求你的同意 我就问你了 是我错了 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我就当做 昨天你心情不好 在那边胡说八道 我什么都忘记了 真的 什么都忘了 可是我是认真的 你有那么多选择 你有米小莱还有墨紫棋 干吗招惹我呀 因为你不是米小莱 你不是墨紫棋 你是你 程铃鱼 可是 你少蒙我了 那你为什么 要对我那么强势 为什么 还不让我质疑你 为什么还要对我说那些 乱七八糟的话呢 因为我爱你 你哪来那么多的为什么呀 我都算什么解释 好 我向你解释 米小莱我跟她从小到大就认识了 对她来说我就好像是她哥哥一样 我们之间的这 这个关系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墨紫棋我跟她曾经在一起 那都是几年前的事了 难道你是因为我的过去 不愿意去承认现在的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都跟你说了 我都过去了 我都跟你坦白了 那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我现在生活一团糟 因为爸爸的事情我已经够烦的了 我现在没有心思谈恋爱 你是不想谈恋爱 还是真的不爱我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说如果我爱你 对你带来困扰的话 那你直接告诉我 你不喜欢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 我不是 不是 那就是希望我了 我 你是不是对女人都这么无理的 那你为什么不敢承认 你对我的爱呢 谁不敢承认了 正常人的心跳 每一分钟六十到一百下 现在你的心跳绝对超过一百二十 要不是你心里不息 那你肯定就是爱上我了 走 快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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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好 你怎么还在这儿 没去上班啊 你起来了 我给公司打个电话了 说下午再过去 现在重要的是 当当当当 过来 昨天我 放心吧 昨天什么都没有发现 我知道 谢谢你照顾我 傻丫头 来 我来吃早饭了 坐 昨天喝这么多酒 胃肯定不舒服吧 吃点 剑宇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好 你知道我对你这么好 就答应和我在一起 你明知道我是 好了 先不说这些了好吗 尝尝 这是我跟你做的 小心 坐 摆 看 那干什么 干吗 干嘛 反应那么大啊 没有人 这是在公司呢 你不怕被别人看见啊 我是公司的股东 那我在自己的公司 聋一下我女朋友 别说问题啊 死我了 谁是你女朋友 你呀 不快下班了吗 怎么办碰了一下啊 我还要做发布会的文案呢 哪像你这个股东这么清醒 你不是打算晚餐就喝这个吗 不行 带你吃饭 走 哎呀我怎么不去呢 我还有工作还要做呢 不行啊 你跟我一块去吃完饭 回来我慢慢陪你做 我亲自教你 行了吧 不要 我是领导 傅易泽 你烂用知全 这是个命令 命令 嗯 傅易泽 对 我就是 傅易泽 傅易泽 你干吗跟林女拉拉扯扯的 哪有什么拉拉扯扯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跟我有关系 是程阿姨叫我照顾林女的 我当然要照顾好 谁知道你把她拉到哪儿去了 是这样吗 我告诉你 是他哥哥建宇 让我好好的去照顾他妹妹凌云 明白吗 傅逸泽 你 哎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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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大人 我不需要让你去照顾 屈豪 你怎么来了 是有什么事吗 我来请你下班 别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今天什么日子 你 你不记得了 到底是什么日子啊 其实也没什么日子 就是想跟你一起吃个饭 凌云今天晚上约了我吃饭 我今天晚上还要加班 要不我们改天吃饭吧 怎么又加班啊 你们怎么回事啊 怎么三天两头都叫员工加班啊 不要因为你是领导 就压榨员工好不好 不是的 是我主动要求下班的 我们还要赶时间 先走了 你也回去吧 赶时间 电话来一下 您请等地呢 我们请ala 走 我请便宜 您请休息一下 她咬开~! 周董 你怎么在这儿 看见你的车在这儿 所以我就跟过来了 我猜 你是要跟陈小姐 一起去过生日吧 怎么 她没时间吗 她晚上要加班 这样好啊 走 上车 去哪儿 既然她没有时间 那就由我来给你轻身吧 不用了 只是一个小生日 没关系的 只是吃个饭而已 有必要这么犹豫吗 我 走吧 等一下 你手怎么那么烫啊 可能最近天气有点转凉 所以有点感冒了 没事 这哪里是小感冒啊 这明明是发烧了 走 我带你去医院 不用了 只是一点发烧而已 我吃几颗推烧药就没事了 不行 你有哮喘 万一发烧引起病发症怎么办 走 我带你去 我哪有这么娇气啊 再说了 我现在肚子都饿了 我们去吃饭吧 你如果不去医院的话 我就送你回家休息 走吧 坐好了 要陪你过生日的 来 过生日啊 我每天过都行 你现在生病了 早点回家休息 来 你坐下休息 体温剂在哪儿 我去给你拿 又不是什么大病 别那么紧张 不行 你如果烧得厉害 我得马上送你上医院 许和你怎么在这儿啊 周总 周总她发烧了 发烧了 怎么这么烫 我没事 你别怠惊小怪 你 说好今天要跟你过生日的 要不然 留在我们家吃饭吧 我 不是 你都病了 立马给我好好休息 坐 许阳谢谢你啊 你可以回去吧 周总说得对 你好好休息 心意我领了 我先回去了 去 你干嘛 这人家娶恒好心送我回来 你把人赶走干嘛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喜欢娶恒那小子 什么喜欢呢 别乱说 什么喜欢别乱说 你明明就喜欢他 你还敢说没有 没有 就算我喜欢他 那又怎么样 不行 你坚决不能喜欢 娶恒那小子 为什么不行啊 他就是一卖茶的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搞这种门户之间 老话说得好啊 门当户对 周志超 你现在可是活在现代 再说了 你知道娶恒家 他有多少茶园吗 他家的茶叶卖到全国 有多少你知道吗 反正在我眼里 他也是很富有的 我不管 爸妈现在不在了 你嫁人的事 就得听我的 听我的 听我的 那你泡妞的事情怎么算 你自己怎么 不管好你的门当户对啊 我看你先把你自己管好吧 现在在说你 你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呢 等你清理完自己的事情 你再来说我吧 来 哥哥 周可可 顶峰的设计方案总算是通过了 谢谢你 工作上的事情你就不用谢我了 我是不会为任何人开绿色通道的 你一次性通过 是因为你很优秀 也不光是工作上的事 这么说 你放下了 我们进去的工作了 我去哪里 送到你 我现在给你了 你会带无论 我建议你 然后很开心 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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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喝 来 干了 来 等一下 有唇音 喝啊 你现在是不是很幸福很得意啊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一泽哥都跟你表白了 你以为你就得到一切了吗 未来就是出手可及的康庄大盗 想得过于美好 失望也会很大 谢谢你的关心 我的事情好像不用你管吧 好像我们并不熟 还没有达到可以互诉心事的程度 真是不一样了 顶峰集团的大小姐 说话都傲慢 不好意思 我从来不会刻意对人傲慢地势 但是米小姐好像不是 你似乎好像特别擅长做说明 我跟你好像也不太熟吧 你了解我吗 了解一泽哥吗 了解顶峰吗 这个游戏你玩不起 我劝你还是赶紧退出吧 不然的话 你会输得很惨 你放心吧 我不会输的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把爱情当做游戏 我爱一个人 只因为我真的爱她 我要做一件事 我只想把它做好 似乎米小姐 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真心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 今年二月份 地劫将在本市设立全资子公司 地劫投资有限公司 将全面覆盖华中地区的项目建设 目前地劫已经和多个房地产开发商 建立了合作项目 其中包括了建筑 物业 酒店开发 还有装修 前期的我是这么想的 大家看一下 我总共分了三步 第一 交房验收 第二步 资质升级 第三步 实测备案 好 以上就是上半年的布局 和下半年的规划 大家一会有什么意见 可以报道我这 那下面呢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向大家宣布 经过人事部的考核 决定将屈副总 提升为地劫集团的执行副总 好 曲总 恭喜你 莫总 我再去把计划书整理一下 好 可可 怎么了 有事吗 曲恒当执行副总 我怎么不知道 是我心下的任命 有什么问题吗 我跟你要了这么多次执行副总 你都没给我 他曲恒刚来了半年 连跃两极 你 曲恒的能力跟贡献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留住人才 我看你就是有私心 什么私心啊 我哪知道 你喜欢他呗 对不对 他看什么他都好 今天是执行副总 明天就是执行董事 再过以后 整个地劫都是他的 哥 在你眼里 我是这么公私不分的人吗 那可不一定 曲恒的升职 虽然是由我任命的 但是也是经过人事部的KPI考核的 地劫但凡有一个人比曲恒优秀 我都可以提拔他做执行副总 但是你说 有谁可以代替曲恒 坐上这个位置的 行 就算你没有私心 可防人之心不可无吧 执行副总呢 财务 项目 都走绿色通道 我们至少不能让他滥用职权吧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这爸在世的时候是怎么教我们的 都忘了吗 我不管 反正一个外人我信不过 你给我找一个监管呢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好吧 就按你说了算 那你推荐什么人选呢 韩启明 他可以做 项目监理 监管一切 对啊 避免滥用职权 韩启明 这个人能力的确还不错 好 就按你说的办 Hagia 李津伯伯伯 你找我 看看吧 这是我给你争取的2 surely 你 周总 您要生我做项目监理 我可不是白白让你生成的 曲恒当执行副总的事你知道了吧 我刚刚听说了 我是怕她滥用职权 损害咱们地结的权益 你以后给我机灵点 跟进了她 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报告 听到吗 好的 周总 我一定会把曲恒盯牢了的 喂 你好 好 我知道了 二十年了 三年了 曲恒的生日 原来那天是她的生日 难怪她说是中文的日子 我天哪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她说是中文一定会发生的 我还是 crystallize 呀 诶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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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吃个饭吧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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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曲红 你知道吗 咱们男生是这么多年 今天的你 给我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的感觉 什么感觉 你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 无论前方有多黑暗 你总是照亮着远方 我只希望这颗星星 在关心别人的图示 也多一份关心自己 因为 它对我有着特别的意义 特别的意义 真的吗 它就像是 你 你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副总 你怎么来了 一下班 就跟别的男人走了 还有我打你电话也不通 所以我才特地跑到这儿来找你 电话打不通 嗯 可能是没电了吧 都三更半夜了还在邮道 那电话没电也不知道 就是如果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找你 那怎么办 有什么急事 该不会是发布会方案没有通过吧 那除了发布会的事 我就不能有别的事找你了吗 我说副一泽 就算在急的事 也不至于这么着急吧 现在可是凌云的下班时间 我说曲总啊 凌云的上班时间是属于我的 下班时间也是属于我的 你这是在侵犯员工的权益 怎么了 对我们顶峰的企业文化有意见啊 副总 我想问一句 顶峰什么时候多了一条 压榨员工劳动力的企业文化 嗯 要是曲总你真的是对于我们顶峰的 企业文化有意见 可以向顶峰工会去投诉 不过我激行你 工会只会接受员工 或者是员工家属的投诉 我两样都不是 负责 我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俩别吵了 曲好 都这么晚了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不走 我要看着他走 否则我不放心 行啊 那怎么三个招下号着吧 好啊 好啊 哎 陈云 手各方向来 来 曲恒 你先回去吧 没事吧 好吧 到家了 告诉我一声 干嘛你 都这么晚了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一下班了就跟别的男人走了 还问我来这儿找你干什么 还有啊 刚刚谁去告诉曲恒 我叫什么 我叫副总 你就没有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告诉他了 我干嘛可以的告诉他啊 还有 我还没有完全答应做你女朋友 你没有拒绝就已经是答应了 谁说的 你这是强盗逻辑 是强盗逻辑 怎么了 想让我帮你重新拾回你的美好记忆是吧 看来想起来了 你有神经病啊 来吧 我送你回家 不要 你 有什么事 你不想往往倒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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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采购的东西比较多 可能需要行政部的同事 帮一下忙 请忙 人事部的人 只负责发布会 当天的调配 至于物料采购的事 行政部又不是 采购员和搬运工 可是 你是这项目的负责人 接下来的事情 麻烦你自己解决 有问题的话 可以去找张总 我们请政部还忙 老板 老板 我们来了 两位姑娘 拿 可是拿这么合作 这些啊 都是我们发布会要用的东西 老板 我们东西做好了吗 做好了 你们先坐下歇会儿 我马上拿来 好 好 谢谢老板 来 我们这边歇会儿 这次啊 幸亏你在 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跟我有点客气什么样 倒是你 那么辛苦啊 每天不是下班 就给他们做搬运工 我还想着你进了顶峰之后 能有多幸福呢 没想到那么幸福 还好啦 没你说的那么夸张 我这个项目呢 正好人手少 没办法 我能多做点 就多做点呗 喂喂喂 顶峰是给了你多少好处啊 你这么帮他们说话 我还觉得奇怪呢 一个发布会 怎么会交给一个 刚入职不到半年的 新元宫来做的 这不合常理啊 有什么不合常理的 我能力强呗 你能力强 你当我傻呀 一个发布会 要面对无数的媒体跟合作企业 一个发布会 就是顶峰的形象输出啊 那也不可能交给一个新元宫来做呀 不可能 丁月 你 你不会是被遣规则了吧 遣你个头啊 我是这样的人嘛 不是 是什么 没什么 好了 不提这个事了 那个 刚想酒吧重新开业 你说我给他送什么礼物画 不要找一个话题啊 我认识你四年了 你什么样我不知道 刚才的事还没说完呢 我就觉得你最近奇奇怪怪的 肯定有事情瞒着我 我能什么事瞒着你啊 好啊 凌云 你变了 你有什么事情不跟我说 我有什么事情都告诉你 以后我不理你了 哎呀 好了 好了 不是这么想瞒着你 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没事 你从哪儿开口都行 好吧 嗯 哎呀 那这么说的话 你就是顶峰董事长的亲爱的 小声点 被别人听见了 有什么大性小怪的 那这么说的话 你不就是超级富二代了吗 谁给中了五百万彩票的干戴地 顶峰哎 那这样的话 以后我就可以不上班了 我跟凌云已经商量好了 等天都项目结束以后 我们就出国 来这回予了 来这回予了 追国亚无比赛 他就不下 还要带到 这回予了 我做不隔绝对 是 这回予了 我去做事 好 怎么办 你知道吗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自己创作的歌曲《年少轻狂》献给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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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加班啊 加班 我幸好 谈起来能够说实话 你是不是需要程凌云了 加班就是加班 跟凌云有什么关系 你最近怎么这么积极工作 是不是因为鼎峰跟低阶合作 你天天可以跟程凌云在一起 所以你才这么积极工作 我为什么加班你还不知道吗 你爸妈嫌我家庭条件不好 配不上你 你呢 每天又要逛街又买钻戒 我挣了钱还得还贷款 你说我为什么加班 你说我为什么努力工作 怎么了 你很委屈啊 这房子和车子都是我爸买的 你有什么好委屈的 房子 车子 车子 房子 能不能不要每天到门眼提这些东西 我也是男人 我也要自尊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你不仅介绍我们家房子和车子 现在连工作都是我爸给你找的 现在连工作都是我爸给你找的 要不然你能穿这么体面吗 韩启明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出轨的话 我让我爸立马给你赶出地劫 本小姐说到做到 够了 我欠什么了 我告诉你啊 我忍你很久了 韩启明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我这么跟你说话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不是刚入职的小员工了 我已经是地劫的项目监理了 只可以直接像大股东周可可和周志超 会把我们做的 不是你爸那个小股东 啊 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全ah 警告你 三十秒 三十秒 呃 呃 呃